大家好 我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 不对称的这个这个阳 阳式实验 也就是这个双缝实验 就是不对称的阳式实验 不对称的双缝实验 这个以前的啊 大家提起这个 说这个阳式实验或者双缝实验 无论是对这个水也好 对光也好 对这个电子甚至分子啊 或者说这个 其他的粒子啊 做这个双缝实验啊 他其实都是对称的 为什么是对称的呢 我给大家画个图大家就知道了 熟悉双缝实验的人啊 都都都看看书都可以都可以看 他这个数学模型是这样的啊 看看看看这能不能大概其大家明白的意思 就知道信息了啊 他这个双缝呢 是一条线 然后开个口 然后呢再一条线 就是开两个口了 这个希望 哎呀 这个太多了 画个直线吧 这个数学模型是这样的 一条直线 开两个口 这个就是双缝 然后呢 无论是水波也好 还是光也好 还是电子 都是从这个缝这射出来 然后呢这边呢 如果要是水的话呢 那水的这个干涉就是全面反射啊 全面反应 你可以照拍一张照片 整个这个反射你都能看到啊 不是反射干涉啊 你都能看到 但是如果是光呢 或者说电子呢 那你就看不到了 这这这 那么这儿呢 得放一个屏幕 然后呢 那个图像显示在屏幕上 为什么说他这个实验是对称的呢 因为在在整个这个模型里啊 这条线表示代表墙 一堵墙 中间的就这个相当于隔开了一下 这个也代表一堵墙 而且他是一条一条直线 几何上就是一条直线啊 是完全是一条 一条直线 然后这条直线呢 开了两个口 所以呢 几何上是对称的 然后其他的条件呢 或者说功能呢 这条线就什么也没有 直起到一个阻挡光 或者说阻挡水波 或者说阻挡这个电子 无论你拿什么做双缝实验啊 他只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 其他作用就完全没有了 加上这这这双缝 这就是 因此他是他是对称的 你可以你可以中间画一条线 上下对称 所以以往的双缝实验 阳式实验 他们都是对称的 我的看法是啥呀 当你做拿水波做实验的时候 水波因为水波比较长嘛 所以你这个缝呢 或者这些墙呢 就可以认为是完全是这个固体了 当然 就是完全是实的 甚至于因此呢 没有任何漏洞啊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光在做实验 如果你是用的是电子的话呢 那么这些墙 这些东西他都是 也是原子组成的 那么你电子非常小 那么这些用原子组成的这条线呢 对电子来说 他就不是一个实的东西 而是有空的 特别是 这个缝的最边缘的这一个点 如果是电子在穿透的时候的话呢 对电子来说最边缘的这个点 他就是个原子 这个电子从旁边走过的时候 他会跟这个原子发生关系的 都是电都有有有库伦力吗 电力来去把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要想办法做一个不对称的 阳式实验 或者说不对称的双份实验 可是双份的因为比较复杂啊 因为他至少 有有三个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啊 就是大家以前忽略了他们的作用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下边这条这堵墙 上边这堵墙 还有中间这一小段墙 这个的作用 他们都以前都忽略了 因为有三个 所以呢就相对这个复杂一点 呃这个如果要想搞一个不对称的东西呢 就就比较比较麻烦 我我我试过什么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试过什么呢 用不同的材料来制造这个不对称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最对电子来说 或者对光来说最边缘这一个点啊 他就是两个原子 那么这两个原子如果都是同样材料呢 那就是对称的了 如果这两个原子是不同的材料 他就不对称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如果你用的是做实验室电子 或者是光的话 他们都是电磁波啊 有些材料嘛 他就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稳定吧 像导体 像不像飞的飞 像绝元体 那么绝元体的这些这些这些原子呢 他的这个像电磁场相对弱啊 他他跟这个通过他们的这个这个电子的这个作用啊 相互作用吧 就比较小啊 因此呢可以忽略啊 因此所以呢 我选择用这个导体来做这个墙啊 用导体来做这个墙呢 导体的那个电子他比较活跃一点啊 他因为导体嘛 他那个电子可以加点加点失能 加点电电视差 他就他就走了 所以呢 你比如说你是想做双份实验的这个这个不对称的话呢 那你用 你就得考虑用三个材料 可是呢 你用三个材料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 分析起来就比较难以分析 我用过什么什么三个材料呢 我用过铜 铁 铜铁 然后中间这一块呢 因为因为很小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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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 只能用铜线啊 铜的那个导线可以找到很细的铜丝啊 所以呢 就中间既然用了铜了 那两边就不好再用铜了 如果再用铜的话 这个对称就变成铜 和其他的 这个非对称啊 所以呢 中间如果是用铜的话呢 上面用铁 下面用铝 中间还 我还用过什么 中间我还用过鱼线 可是鱼线 它是个绝缘体 他他就把这个两个分开了 分的可能比较 比较这个这个彻底吧 然后这个这个图像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呢放中间放一个铜 铜丝呢 上面是铁下面是铝的话呢 这个这个图像也也不是很明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一放东西吧 他这个距离就远了 距离远了以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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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的些差别了七八糟的表现的 不是很明显 我还我还在中间放过我的头发啊 也得到一些有趣的这个这个结果啊 但是呢分析起来很困难 因为因为东西这个这个呃呃 东西太多嘛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的最简单的 不对称的 这个 这个双缝实验的 试验 那就是单缝 因为单缝也有类似的图像啊 只不过单缝的那个图像呢 呃大家叫眼射 他不叫他不叫单缝的干涉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单缝那个时候就变成是一个 呃光源了 那就那就没法干涉 他是这样想的 两个呢 两个缝呢 那就是两个光源 所以呢就有干涉 然后但是呢这个这个干涉和和和和 颜色这这这个这个区分很小啊 我猜啊这个干涉和颜色的本质是 这个缝的这个边缘上的这些这些原子的作用 他把这些通过这些 缝的这些光子和电子推了一把 或者是拉了一把 然后出来以后呢 就就就就就出来的方向和他们进去的方向不同 但是呢这些原子这些电子他都在这旋转吧 他是有有规律性的 而且是周期性的 因此呢他最后出来这个图像呢 有一定的周期性 有点像干涉的这种 这种这个这个可以用三角函数来表达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怎么做这个这个单份的这个 这个这个不对称的实验就比较容易做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涉及两个 两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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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演员吧 只涉及两个这个这个原料 而不像这个双份是三个 三个就就多了很就麻烦很多啊 你看数学上那个三题问题那就麻烦很多 两题问题那就比较简单 那么两个份的话呢就用两种材料了 就就可以把它把这个不对称 做到 我这当然了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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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代表的是是是是一堵墙了 是一个遮挡的或者是一块板 就是总之吧是一个实体啊 是一个三维的实体啊 但是很薄啊 就但是就是他的主要作用是是是是很薄啊 所以呢因此呢可以用线来表示 相当于是个泼面 现在这个双份的泼面 这个泼面呢他就用线来表示 用线来表示的话呢 我呢就用两种不同的材料来做这个线 市场上能买到的各种这种铁皮啊 铜皮啊 还有铝皮啊 还有黄铜皮 这个这个我都我都我都买了 然后都做了实验 然后呢这个黄铜呢这个不知怎么搞的 我都反正弄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明显吧 跟铜差不多吧 所以呢最后的我用的都是用的这个 就用三种材料 铜铁 铁其实是不锈钢了 然后铝 铝的因为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啊 这其实是表面上的原子在作用啊 所以说铝的本质是应该是氧化铝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这个这个实验方案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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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铜布啊一卷铜布啊 然后这个是是是是钢钢布啊 然后这个是黄铜啊 然后这个是黄铜啊 啊不是这个是红铜 其实就是铜啊 然后这个是黄铜啊 最后的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啊 你你就去那种那种 那种DIY 商店啊 像Home Depot之类的都有啊 买这种电圈啊 这种电圈呢 它好处就是说它它很平整啊 因为因为用两种啊 再看这个图啊 他们以前的话呢 用的是一种材料啊 这个这个缝呢 就是滑出来的 那么那么它这个就就对的很齐啊 所以呢 它这个可以看成是一条线上 割出两个口 可是我要是用不同的材料呢 比如说上面是铜 下边是铁的 那我就很难对齐 就等于是这一条线 然后这一条线 画一下啊 就是我做两个不同的材料呢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上面是铜 下边是铁 对的不齐 也就是说啥呢 我这个不对称呢就是有 会有两种不对称 两种不对称的因素吧 一种呢是这个几何上的不对称 一种呢是这个材料上的不对称 那么 那么 怎么来消除这个几何上的不对称呢 一个方法呢就是我用这个 放这了啊 我用这个电圈呢 把这个铜布啊铝布啊铁布啊加在中间 然后这个电圈呢它很很平啊 他当然了那铝布那个东西他买回来他卷起来了 卷起来了呢多少有点弧度 当然也有平的那种啊 但是呢还得用剪子来剪 所以呢还得我还要手要抄操作 一不小心就把它搞弯了啊 而且而且我我这个也不是手艺人啊 这个手指头也不那么灵巧啊 一不小心就搞弯了 但是呢用这两个用用两个这个电圈把它加起来呢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吧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这个这个 几何上的这个这个不对称 这是这是一种一种方法怎么做呢 就买这个呃双面胶啊 双面胶他他他他就是这种吧 他就是一一边是胶一边是纸 你把这个胶贴在上面以后呢 你把这纸一撕下来 他就剩下的就是就是胶 然后呢你把这个这个铝布也好 铜布也好铁布也好 铁布也好把它贴在上面 然后呢再再找一块呢把它压压住 两个电圈中间夹的这个两片 铜布和铝布 做好以后的话呢 是他是这样的 你看这边是铜 这边是铁 啊其实是不锈钢了铜布和铁布 厚度的都是0.1毫米 呃再厚了呢就就就很难操作 剪的时候那个那个就就容易把它搞坏 再再薄了的话呢 他也难以操作 因为他就不稳定吧 这个这个一不小心就搞坏了 你比如比如厨房里用的那个那个 那些锡纸啊 其实是铝了 呃呃呃大家烧烤用的啊 那那那一不小心就就就就搞坏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他就是这样的 他呢一边是铜一边是铝 但是呢也不可能保证 他绝对对齐啊几何上的差别还是有的 但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几何上的差别呢 那就是说那就是这样 然后就用几何上的差别做两个实验 然后呢来比较看看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 也就说什么呢最后实验的结果呢 是两种不对称造成的 一个是几何的不对称 一个是材料的不对称 就是铜和钢的不对称 然后呢就是他们没有对齐 是这个几何的不对称 那么几何这个不对称呢 就就就相对说来吧 还比较容易解决啊怎么解决呢 就你这样的话做一个实验 再把它转过翻转过来 再看一下这个图像 如果它是几何造成的话呢 你这个翻转啊不影响 就是说如果是几何造成的那个那个差别的话呢 你翻转一下呢那个差别或者说那个不对称还是原来的不对称 大家大家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就是这样 如果几何这个独对称是这样的 你把它转转 翻转一下 翻转成这样 它还是这样 它还是上一边 上边在这 下边在这边 上边在这边 上边在这边 你看它还是上边在下边 上下边在这边 上边在这边 上边在这边 所以呢 那你翻转一下的话呢 如果这个最后的图像是由于这个几何的不对称造成的不对称 就是最后图像我希望它是不对称的啊 如果这那个不对称的话是由于这个几何造成的话呢 那么你旋转一下的话呢 你翻转一下的话呢 它的那个图像呢也应该随着翻转 我说错了 它那个图像应该不翻转 因为几何还是一样的嘛 几何没变 虽然翻转了 但是几何没有变 几何还是上边这个再往前一点 下边这个往后一点 可是 如果你翻转了以后呢 那个图像也跟着翻转了 比如说上边是铜下边是铁 你翻转了之后呢 那个图像的那个不对称呢 也跟着铜 铜走了 或者跟着铁走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下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图像的那个不对称呢 虽然有几何的不对称的因素 但是呢 但是呢 它那个不对称如果是相当大啊 这个几何的不对称不足以把它这个淹没掉啊 那么 这个铜和铁的这个不对称就是主要的因素 我希望我把这点事情说明白了啊 大家大家再看一下实物啊 这还做了一个这还用这个塑料的这个这个电圈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样子啊 做了一个样板啊 样品啊 一边是 一边是铜一边是不锈钢 就是当这个光啊 比如从我这个方向从这个方向射出的时候 这个方向看呢 这两片呢 他他不一定对的绝对的整齐啊 就是像一条线一样 他会他会一个有点靠前一个有点靠后 我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是铜靠前的话 那么 我把它这么转一下呢 那么这边现在的话呢 就变成铁靠前 这边就变成铜就靠后了 就是你旋转的时候 你不改变 或者你这个这样的翻转的话呢 你不改变他们相对的位置 因此呢 如果最后的图像 是这个几何原因造成的 而跟这个铜和铁毫无关系的话 那么他那个图像呢 还得是一样的 你翻不转不翻转 他这个图像呢 还是以前的图像 因为跟铁跟铜这没关系嘛 对吧 他这个他这个哪哪一个 哪一个没有没有排列好 是铜比较朝前铁比较朝前 还是铜比较朝后铁比较朝后 你翻转以后呢 他的那个几何的那个那个 那个相对的那个关系啊 还是保持的 因此呢 无论你怎么翻转 如果几何是决定性因素的话呢 那个图像呢 就不应该跟着翻转 但是 如果 这个铜和铁的这个材料的 原材料的不同 是决定性因素 那么你这样一翻的话呢 铜就到左边 铁就到右边 然后呢你再一翻的话呢 铜就到右边 铁就到左边 这个差别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图像呢 也跟着 这个图像的不对称呢 也跟着这个材料的不对称翻转了 那么这个图像的不对称呢 就是这个材料的不对称 造成的 或者说这个材料的不对称 是造成这个图像的不对称的 主要因素 哎呀 希望我把这点事讲清楚了啊 然后 然后下个视频 我就 我就带大家 把这个 完全就不做任何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镜头拍到底 给大家看我所有的样本 样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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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照射以后的这个这个图像啊 给大家录下来 好嘞